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妍说电影 你听说过犯人自治监狱 听说过帮派管理监狱 但是你见过监狱里面的部落吗? 没错,就是部落 还会推选长老 不信没关系 深入全球最难熬的监狱 带你领略部落风光 巴布亚新几内亚 距澳大利亚北方海岸线480公里 波马纳高级安全等级监狱在此建立 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监狱之一 拉斐尔的本期任务 就是要和这里的犯人一同度过一周 在这之前 他要先去世界上五个最糟糕的居住地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墨尔兹比港 贫穷、犯罪、帮派 几乎囊括了所有破坏城市的因素 当地警方随时保持战斗状态 每十分钟就可以发生一起抢车事件 墨尔兹比港势力错综复杂 被称为分裂派的相互敌对的帮派 为了争夺地盘而斗争 大概两天就会有一起谋杀案 犯罪是概率性事件 如果说中国的犯罪率是千万分之一 那么墨尔兹比港的犯罪概率就是五分之一 罪犯如此之多 便有了和黎衩监狱差不多的方式 在亚后审 他们被送到波玛纳高级安全等级监狱 一个几乎无钱支撑的监狱 关押着600余人 拉斐尔必须得搞清楚 他是如何运作的 依照惯例 拉斐尔拖光光结束检查 但要注意 这个检查可要比以往危险 手有不慎就会挨打 狱警攻击犯人是违法的 但狱警不在乎 简单登记后换上囚服 拉斐尔正式走进波玛纳监狱的主监区 这里有13个牢房 关押着400名犯人 其中一大半都还没有被定罪 他们被关押在公共牢房A1监区 也是拉斐尔的第一站 本杰明牢房的老大被称为委员 管理着53个待审的犯人 这里条件差得让人惊叹 没有床破 垫子 容身之地 就是一米建坊的水泥地 当然 本杰明作为委员是有特权的 他有自己单独的房间 还配备了几条毯子 多么奢侈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委员 任务是维持秩序 委员不在乎你 高高壮壮 能打能扛 而是取决于你在这里 待了多长时间 类似于部落长老 下午4点是牢房上锁的时间 波玛纳监狱中 各个牢房是彼此隔离的 狱警的房间就是在牢房尽头 寥寥无几的狱警随意巡逻着 手中没有武器 看起来毫无威慑力 要知道分裂派的犯人 都是配有武器的 即便见识了不少奇葩的监狱 但这种场面 还是让恩哥有些难以置信 拉斐尔更不会有好心情了 因为4点后 他要被锁起来 和可能持有武器的犯人一起 53人挤在 没有通风系统的房间 是什么感觉 拉斐尔觉得 呼吸都有些困难 这是非人待遇 尤其是对那些 没被定罪的人来说 可是不会有人在乎这些 这所监狱没有人权可言 出乎拉斐尔的预料 牢房内并不混乱 犯人们的气氛很是融洽 他们吸大麻 聊天 打牌 唱歌 没有预警干涉 15个半小时后 牢房门被打开 预警招出所有犯人挨个点名 这也是无奈之举 多年来 波马那发生过多次大龟猫越狱 人数最多是达到65人 越狱可算是波马那监狱的特色 拿拉斐尔面前的本杰明来说 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越狱 别看他现在牢牢实实的和你聊天 明天早上点名时 可能就不嫌了 点完名开始早餐 一杯茶和一块饼干 相比于日托米尔监狱 这里的伙食还算是不错了 经历了这么多期视频 我们都知道 遭热的环境下容易滋生细菌 打扫卫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波马那监狱穷得买不起清扫工具 只能用破布来进行打扫除 再加上打水的工作 非常锻炼身体 塞弗尔也算是内行了 整整四年每天都要这样打扫卫生 拉斐尔有些惊讶 等待审判等待了四年 当然不是 塞弗尔回答道 审判已经结束了 这两年等待的是被判有罪还是无罪 在判处有罪之前暗无罪对待 想都不要想 这里可是巴布亚新几年亚 愿于恩赐无果的本杰明 终于等到了听证会 但即使他得到了假释 也还可能为了审判等上好几年 更别提后面还有正式判决 只要进到这个地方 每个三五年就别想着自由了 监狱内基本没有什么活动或教育项目 为了自娱自乐 凡人们甚至创办了戏剧小组 戏的主题是关于警察的暴力的 大家都很喜欢看 反正也没有预警馆 怎么开心怎么玩呗 不多时本杰明从法庭回来了 他们竟然通过了他的假释申请 这相当不可思议 只等着本杰明家人交付二二百美金的保释金 他就可以回家陪伴妻儿了 截止到目前 拉斐尔已经见到过不少颠覆三官的事 明天他会离开戴审监区 去最高安全等级监区一探究竟 休伯特是这里的卫员 这个独立监区的牢房里有28人 设有床铺 关押犯人的身份 有士兵 警察 议员 商人等 都是上层人物 所以为什么有床也就不稀奇了 和戴审区最大的区别 就是被定罪的犯人可以工作 其中之一便是做饭 厨房简陋的和红豆拉斯监狱有的一拼 犯人可以用斧头来砍柴 没错 是不是想到了日托米尔监狱 优秀监狱的特点都是共通的 446人的伙食是两条大米 米饭的数量是有限的 如果没了 剩下的犯人就得饿肚子 大家对这种情况都习惯了 根本没有暴乱的想法 他们似乎完全屈服于这种绝望的处境 在这种贫乏的佩戟情况下 犯人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拉斐尔见识到了他们自己种的蔬菜 所以大家会一起分享种出来的植物 犯人们相互帮助很不可思议吧 其实监狱是有自己农场的 得到信任的犯人都可以在那里劳作 不要想太多 农场里的动物是用来出售的 只有在一些大型场面 比如圣诞节时 才会再杀动物给犯人分肉 被派来的犯人也不是进行劳动的 而是充当稻草人的角色 如果有人来偷动物 那他们手里的武器便会发挥作用 这种时候他们是无罪的 波玛纳监狱中帮派首领地位是很高的 好比那些背叛终身监禁和死刑的人 很简单 他们有资历有事迹 不过有些过于激烈的打斗 委员也是无法处理的 这时候我们的狱警终于派上用场了 他们会把犯人关到单独监禁室 里面什么都没有 其他犯人会定期送来食物 经过监禁室的人会受到尊重 相当于镀金 接下来 拉斐尔要去拜访波玛纳监狱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12个死刑犯的其中一个 塞吉多 他在这里待了12年之久 原因是用弯刀杀害了一个害死他父母的女巫 像他这种杀人犯是会受到尊重的 在监狱中的处境也非常不错 几个犯人的争执打断了交谈 塞吉多必须插手阻止大家 效果显著 事态迅速平息下来 这就是杀人犯的影响力 体验过犯人的生活后 自然就要转换角度来看看预警 20年老兵菲利普带着拉斐尔一起去巡逻 到了围墙外面 预警就会佩戴武器 如果发现犯人逃跑 便可以奉命开枪 缺少安保人手 是犯人越狱的最大原因 波玛纳监狱只有20个预警来看管600多门囚犯 平均一个人要负责30人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很多预警选择了腐败 既然管不住 还不如帮犯人越狱赚点外快 跑出去了就没法追回来 热带雨林围基四伏 预警们可不敢去向巴布亚黑蛇挑衅 还有野狗 毒蜘蛛和鳄鱼等等 逃犯想出去也得看命 最后还要提到最低安全等级监区MSU 这里的犯人绝对不会逃跑 被送到这里的犯人都是在准备回归社会 MSU监区由澳大利亚政府出资建设 环境相当相当相当舒适 绿化面积比安哥所在小区强了百倍不止 这里的犯人自由度非常高 可以随意进出监区 没有时间限制 犯人们不会逃 预警也懒得管 除去MSU监区 波马纳监狱的其他监区继续改造 但政府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资金投入 监狱好像已经成了一个部落 只要你不越狱 一切都好商量 如果想继续看解密监狱视频 点赞过200 安哥会为大家继续更新下一期 伯利兹的监狱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想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公众号安小妍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